新北市智光商工餐饮科举办毕业成果展 而今年以主厨迎春宴为主题 由学生制作多道精致的餐点来宴请家长 而家长对于孩子的表现是既欣慰又期待 学生卖力搅拌酱料 厨房里各自分工制作餐点 智光商工餐饮科举办毕业成果发表 邀请学生家长到校品尝学生手艺 学校今年以主厨迎春宴为主题 期望在疫情趋缓之际带来回春的信息 希望在疫情之后 我们可以犹如春天一样 然后迎来更好更棒的一个新生活 所以我们在菜肴上面制作特别的用心 那比如说我们帮各位家长准备了 每人的一份的乐条乐牌 那学生从前一天晚上就要开始做腌制了 那我们还有另外准备了这个牛肝菌的这个松露塔 那这都是蔬食料理 那我们也很希望学生藉由这次的实作里面 可以体会到这一些制作料理上的一些辛苦 那把这些东西跟我们家长做成果的分享 名堂里面请 为表慎重 学校特别在会场安排学生列队欢迎家长 成果展不只是宴会 更是学生三年来的学习成果展现 会前更是加紧练习了一周 我们今天的装扮就是让人家看起来比较喜庆一点 然后手上的这些是出菜秀的时候 然后因为会关灯所以要亮一点 看得到熟 上菜的时候要注意到要在四到七点钟的方向上菜 对 然后要注意到桌上的盘子 要摆放整齐 然后要定时收盘换盘 不要让桌面看起来脏脏的 孩子在校学习三年 家长终于能品尝到精心准备的功夫菜 不仅感到欣慰 更有许多期待 小朋友在国中的时候就想 从事素食餐饮 然后找遍了新北市 只有资光桑枝才有素食餐饮科 他自己本身也考了两张执照 比我还多一张 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觉得他的技巧上 然后厨艺上 然后在学业上 他也很精进 长江后浪推前浪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下一代 会比我们这一代更优秀 更精进 年末之际准备丰盛菜肴宴请家长 除了表达学校对家长的感谢 也让家长相互交流 增进互动 在这段期间里面 这段期间里面 我们下期间再会 一样的帮助 提供